對我來說我不是真的一個沙畫師 我當自己是一個回憶紀錄師 我只不過是想將人的回憶 直沙畫去表達出來 而去流傳下去 而去保持到 去帶到一份感覺給別人 我叫阿雪 我是一個沙畫師 我以前是一個護士 我做了十年的護士 因為收入很穩定 所以一直都沒有想著轉工 一直都很享受自己的安全地帶 第五年的時候 做事做到某個年之的時候 你會覺得來來去去 都是重複做那件事 那時候就開始學油畫 刺激了我很多思維 覺得原來我畫到畫 以前我從來都沒有一個美術的根底 那時候也有很多時間 因為有段時間我拍拖 工作下班就去畫畫 一天畫八小時 那幅畫畫畫了十個小時 坐在那裡沒有喝水沒有吃飯 畫了十個小時 在那個時刻就遇到現在的男朋友 以前四個曾經 可能每個人都會夢想 二十多歲的時候 會不會可以離開香港呢 會不會去過Working holiday呢 那兩個都有這個想法 大家都想了十幾年沒有做 不如我們試試 backpacker去旅行 那我們不可能去旅行 這樣體驗別人的生活 是會的 但是你沒有一個堅持去想著有一個目標 每天有一個目標 可能到時候你會覺得 死了我們現在做了什麼 或者會覺得很悶 我想說這個旅行的最大得著 反而不是沙華 是學會了放下 因為既然做了十年無事 為何你放下 既然他是音樂監製 為何放下 有些東西放下 你從頭來過 我跟他其實當時放下了很多東西 當時為了旅行 我扔了五十多對客 他就買了一輛車 大家就只是拿著行李箱 家裡的所有東西 就小小都用米利倉子 全部丟進去 我們是去歐洲去了二十多個價 我們的期限就是半年至九個月 無論如何都要回來 因為一定不夠錢 我去到布拉格基的地方 就是看了一個藝術的表現 一直拍著一個畫畫角 前來表達一些東西 那時候覺得 原來可以這樣去記錄一些回憶 上網一直看 就發覺原來 看到有沙畫這件事 好遲 未回來之前 已經下了一些訂單 去訂了一張桌子回來 香港沒有一些課程 是教導你認識的 只可能有些很短期的課程 去讓你玩一下 那好吧 就真的自己去學了 怎樣用手的每一部分 去畫到完成那幅 而覺得自己畫得漂亮 那就不停在這裏試 最大深刻就是畫了一個片 就是有一個伯伯 他告訴我很多故事 原來家人從來都不知道 可能因為以前的人 從來都不是很表達自己內心世界 可能大家都有時候會埋怨他 為何你以前又不來家 又不照顧家 原來其實他不是不在家 只不過他不懂得表達 在一個片裏我幫他表達到 可能以前有看 接觸了很多死亡 到最後那一刻 在床上是回憶的 很多時候都是回憶 變相我希望將這些人的回憶 可以記錄下 到他們有一天 可能離開了這個地方的時候 家人是知道 爺爺、公公、婆婆、媽媽 以前是一個甚麼人 我想不是他親身去說 你未必感受到